此季二瓜多第四T次震灾团圆满了第四场发放 地点是在重灾区哈马县 这次发放场地看到了很客难 其实就在一片空地上进行 不过有一位特别加厉 用他的方式来鼓舞人心 来看记者徐斐丽 邱炳豪来自二瓜多的报道 此季之宫今天再度重回重灾区哈马县 这里也是三天四场发放当中的最后一个场次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所利用的这个空间是县府临时办公室旁边的一片广场 其实条件非常的客难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当地的灾民已经在协助慈济之工布置场地 这片空地平常是停车场跟摊贩聚集的地点 今天摇身一变成为发放场地 七零年代的迪斯克歌曲立刻炒热现场气氛 15天前才当选的哈马小姐也拿起主统穆爱新 现在我们在现场的时刻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兄弟 和我们的兄弟 和我们的兄弟 像你们 哈马县长更是在致辞时感性地说 他一直相信慈济人会再回来 今天的发放或许无法满足所有人 但希望灾民可以共同渡过难关 看着灾民开心地临走物资 历经三天四地 四场密集发放的志工 感受非常深刻 祈济在厄瓜多三天四地的市场发放 总共发出1512张浮会床 5235张毛毯 加汇人数8100人 期待这样的付出 能烧解在民心中的不安 勇敢面对漫长的重建之路 大安新闻 许斐丽 邱品豪 厄瓜多报导